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平安 很高兴在大家在祷告会见到大家 好不好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到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因为我们今天要赞美神的时候 我们要一个很大的地方 让我们可以跳啊 可以跳舞的 来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 OK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 比较宽敞的地方 好不好 你也可以来到前面 前面最宽敞 哈哈 前面很宽敞 好这个时候呢 你们知道吗 今天是 2023年最后一天的祷告会 所以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祷告 Amen 让我们做一个快快的祷告 我们要准备好 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了 亲爱的耶稣主 我们感谢祢主 神啊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要赞美祢主 神啊 因为祢配得我们最大最大的赞美 还有最好的赞美 神啊 我们要用我们身心灵 一起来赞美祢 哈利路亚 我们如此祷告是奉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是谁使我们胜利的呢 是耶稣 是谁依赐我们的呢 是耶稣 所以我再问你们 你们就喊耶稣好不好 是谁使我们胜利的呢 耶稣 是谁依赐我们的呢 耶稣 Amen 让我们一起来赞给我们的神 谁践踏求敌 是耶稣 谁能保护我 是耶稣 我们依靠你 是耶稣 是耶稣 谁践踏求敌 谁践踏求敌 是耶稣 谁能保护我 是耶稣 我们依靠你 是耶稣 是耶稣 Hallelujah 我们要跳起来 来赞美我们的神 You ready? Go Hallelujah 使得多美 用我的自己来赞美你 使得你的喜乐 就送满我们 Hallelujah 等我真美是 臭地就失散 等我听白时 我的眼目光明 等我祷告时 我请你全力 当我举手时 能力大大充满 是耶稣 是耶稣的命 是耶稣的命 万有能力 是耶稣的命 我们全然胜利 是谁践踏求敌 谁践踏求敌 是耶稣 谁能保护我 是耶稣 我们依靠你 是耶稣 是耶稣 让我们一起叫起来 我们来赞热我们 予生 是耶稣 是耶稣 当我赞美时 当我赞美时 周地就失散 当我听白时 我的眼目光明 当我祷告时 我请你全力 当我举手时 我力大大充满 是耶稣的命 哈利路亚 万有能力 是耶稣的命 我们全然胜利 谁践踏成你 是耶稣 谁能保护我 是耶稣 我们依靠你 是耶稣 是耶稣 让我们这个时候 开神来赞美我们的神 神来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有恩典 能够来敬佩你 神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来充满我们 我要向你来歌唱 以你拥护恩待我 我依靠你的爱 以你的祝福快乐 我要向你 我要向你来歌唱 以你拥护恩待我 我依靠你的爱 和你拥护恩待我 以你的祝福快乐 我要向你来歌唱 以你的永恒 和我爱我 我要向你来歌唱 我要向你来歌唱 以你拥护恩待我 我要向你来歌唱 是耶稣的命,万有能力,是耶稣的命,我们全人生力。 谁见祂朝廷,谁见祂朝廷,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地,是耶稣, 是耶稣,弟兄弟们唱大声一点,谁见祂朝廷,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地,是耶稣,我们要对着朝廷来说,谁见祂朝廷,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地,是耶稣, 是耶稣,是耶稣的命,万有万里,是耶稣的命,我们全人生力,谁见祂朝廷,是耶稣,谁能保护我,是耶稣,我们依靠地,是耶稣,是耶稣, 是耶稣,哈利路亚,让我们给神一个最大的掌声,是耶稣,你配得我们的赞美,耶稣,你胜过了一切,神的你是满有能力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开手 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祢里面,满有平安 生命全员,就在耶稣基督里,永远在我,里面活着 我先看,我先看,在我里面定,比世上一些更有能力,我付出这世界,我靠近耶稣的命 我先看,在我里面定,或是你永远在我里面,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 我的盼望 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满有平安 生命全员就在耶稣基督里 永远在我里面满有平安 我先敢在我里面满有平安 彼此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付出的世界我告及耶稣的名 我先敢在我里面满有 或是有流氓的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降临 主在我里面没有计划能战胜求你 有主在我里面没有计划还在身犹豫 有主在我里面 有主在我里面没有计划能战胜求你 有主在我里面没有计划还在身犹豫 有主在我里面没有计划还在身犹豫 我先敢在我里面满 彼此上一切更有能力 我付出的世界我告及耶稣的名 我先敢在我里面满有计划还在身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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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永留还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成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成立 有耶稣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勇敢成立 让我数到上 我们给谁一个最大的花花吧 一 二 三 哈利路亚 是神的喜乐在我们的当中 从年头到年终 我们的心感恩 我们来到2023的年终 我们更以充满盼望和期待的心 要预备迎接2024年 弟兄姐妹 让我们记住 让主更多兴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的老我 更多的衰微 更多的衰微 让神的荣耀 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年日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 不断的成长 扩张与成熟 与主更加连接 愿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更加更加的荣耀 的掌心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要以祢为了 神啊 你就是我们的喜乐 祝今天让我们带着一颗谦卑的心 来敬拜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能去哪儿 除了迷失的存钱 我想赋予你世家的灯点 河灯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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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难受付出我 太容易 河灯若泪 河灯若泪 我能去哪儿 除了迷失的昨天 不想赋予你世家的灯点 河灯的爱 河灯若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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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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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今晚 你的别伤也不知 神的儿子 暂显很天真心 何等的爱 带我进入你儿子 真美好 你真美好 荣耀君王 荣耀君王 你的别伤也不知 神的儿子 暂显很天真实 何等的爱 带我进入你儿子 真美好 你真美好 我愿相互 告知你命 耶稣 你的荣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永远属你 我愿相互 告知你 我愿相互 告知你 我愿相互 告知你 耶稣 你的荣耀我所有 和我生命 我属你 永远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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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相互 告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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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事事事 至你 恩yn的心事事 至你 聖誉你 伍偿 insightful 胡家聖誉信 mung 我愿相互 告知你 永远属你 你云 ranking 我愿相互 告知你 祈祢 愿意升起 祢的荣耀 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地底 神祢赎回我 神祢 我赎祢 永远赎祢 我们来听吧 有没有 永远的荣耀 祂回你的荣耀 我赎祢 永远赎祢 我赎祢 永远赎祢 我赎祢 永远赎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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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更多的爱属于 更多的爱属于 在基督灯下的甘胜 在田 앞에受到地下 我们来圣発 在人 永远赎祢 我赎祢 永远赎祢 我们保证会 都是ajes 永远赎祢 你可惜你和我 送 elevate sail 永远赎祢 神祢 你赎祢 祢 你赎祢 我和我的身外太低伤心 我和我的爱的生意 我和我的生存爱的业务 我和我的从事 我和我的爱的生意 我和我的心 我和我的爱的业务 我和我的从事 我和我的从事 我和我的力量 我和我的心 神父 高居秘密 耶稣 祢的荣耀 我所有的我生命 我属祢 永远属祢 祢兄姐 祢们唱 祢能爱唱 祢能唱出来这就是祢的祷告 有什么收音 有什么收音 我不愿相同 我愿相同 祂接近你 祢想负业 祢更多的 祢的心和荣耀 祢更多的衰退 祢更多的心和胜利 我属于永远属于 我愿向父导致地底 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 我属你永远属你 世事是你愿意升起 你的荣耀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地底 是你赎回我生命 我属你永远属你 世事是你愿意升起 你的荣耀就在这里 从天堂到地底 神你赎回我生命 我属你永远属你 我愿向父导致地底 耶稣你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生命 我属你永远属你 我属你永远属你 我愿意 祝你永远属你永远属你 祝你永远属你永远属我 祝你永远属你永远属你 祂为我们遮风荡雨 祂为我们击败仇敌 当我们跌倒叛逆时 祂却用双手来拓着我们 弟兄姐妹 敬拜是要带着一颗感恩千辈的心 让我们一起来 放下你所有的面具 你所有你所有 用你最真诚的心 来向左来歌唱 祂为我们来 我最已能奢戀 借我身上尽悲是你 像眼睛的看见 不知恩典是我自慰 是我心的套位 初心只是寂寞的套位 正式的能套位 省略散开我的自由 我救主耶稣 我能 offered永久 一副代笑 空服安天 並充滿我 永恆的愛 其恩典 所连关开我的自由 我救助耶稣 你赴海峡 东方安殿 你充满我 永恒的爱 在几门前 我救允许美好无力 套望永无失去 有助走为人海 我心不在为你 我心不在为你 从天端开来 我的自由 我救助耶稣 你赴海峡 你赴海峡 丰富恩典 请充满我 永恒的爱 祈祢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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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救助耶稣 我主应许 美好无敌 盼望永不失去 有主作为 盾牌不散 我心不再为主 请我们来宣告 我年段看 我的自由 我救赎耶稣 一副代价 丰富恩典 记住满国 永恒离爱 记忆恩典 所见断开 我的自由 我救助耶稣 一副代价 丰富恩典 记住满国 永恒离爱 记忆恩典 所见断开 我的自由 我救助耶稣 一副代价 永恒离爱 记住满国 永恒离爱 记忆恩典 永恒离爱 记忆恩典 异花离爱 记忆恩典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 今年还剩下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也许你正在预备着要进入休息 但是你觉得还放不下 我觉得神的话语要告诉你 神的恩典够用 如果你正在利用这最后的12天的时间 正在做冲刺 神的话语告诉你 祂会与你同在 祂的恩典够用 如果你正在二回 过去的一年里面 你曾经做错了一些的决定 神的话语告诉你 不要向后看 向前看 看着耶稣基督祂在你的前面 但要向着雕杆直跑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 ו シャキ アダ 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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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 鱼子 远留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的神啊你的话说你的恩典够用 你的恩典够我们弟兄姐妹用 你的恩典是永恒长存你的恩典够用 谢谢你 谢谢你 神啊你要释放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得着自由 是的他们在过去因着过去的失败而受到的这个狂放 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将这一切的狂放完全的放开 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够你用 无论你接下来是要休息或是要冲刺 神的恩典都够你用 神的恩典都够 神的恩典都够 神的恩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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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请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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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蛮有信心和能力的人 这么看到信心 它是一个管道 进入到奇迹的领域 还有各样的神经 还有奇事 你要完成你的命令 你要有信心 信心 身为基督徒 我们生命每一个方面 所需要的就是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信心 基本上可做什么呢 第一 信心是得着能力之要 是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能力之要 刚刚读的这一节经文 他讲到自己反 他说他是被信心充满 而因着这信心 让他与能力连结 所以你要有信心 才能够与能力连结 如果你希望行出能力性的恩赐 或者行出神迹奇事 神迹奇事异能这样的领域里 你就必须有信心 信心何等的重要 要来认识耶稣 一样关键之要 也是在于信心 在主里面成长 一样关键也在于信心 从神领受 关键也在于信心 所以信心 就是得着能力之要 你想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信徒 你就要好好去建立发展你的信心 你要好好去建立你的信心 没有其他捷径 所以你的信心是必要的 你的信心是重要的 你的信心是主要的 你要有信心 才能够完成你的呼召 我要你来看一期经文 《铁撒罗林教后书》一章十一节 我们看到司提反这个人 他是大大的被高谋 我们看到关于他的一件事 在他的日常生活 他就是行在这个信心的层面里 所以我们看到吗 这信心就是我们能够得着能力之要 and the bible says where there also we pray also for you that our god will count you worthy of his calling full of all good pleasure of his goodness and the walk of faith with power the walk of faith with power 好 我们看到呢 在《铁撒罗林教后书》一章十一节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 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招 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 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所以你看到凭着信心的祷告 与圣灵连结 你要领受恩高 就要凭着信心 来相信 来连结 要凭着信心 让这个恩高这个能力 能够流入你这个生命 所以信心成为那个得着能力之药 你想要讨神喜悦 就是能力的来源 就必须是出于信心这样的平台 你希望神的话语 在你生命中是有果效的 你也要行在信心的平台上 你要看见神的能力 还有神行各样神迹奇事 透过你行出来的话 这些也是要凭着信心 所以信心它就成为我们得着能力之药 而且要凭着能力 你才能够制服胜过仇敌 唯有透过能力 你才能成功 还有你要透过能力 你才能够得胜 你要有能力 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要有能力 你才能够活在这一种高的领域境界里 而且要凭着能力 你才能够活在掌权的当中 操练这个权柄能力 要有能力 你才能够赶鬼 还有要有能力 才能够医治病人 所以为什么信心是必要的 你不能够没信心 所以信心就是得着能力之药 第二点 信心是我们进入到荣耀之药 在约翰福音11章 我们看到这里的故事就是 拉萨路死了 死了而且埋葬了 耶稣来了 耶稣来了 他有什么 他有信心呢 然后他说呢 如果你们能够相信的话 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 如果你想看见荣耀 要有信心 要凭着信心 才能够行在这个荣耀的领域里 在40节 约翰福音11章40节 他怎么说呢 耶稣说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你热心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这个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的同在在这里 你相信我的话语的话 你就必能够亲眼看见神的荣耀 也就是你的兄弟拉萨路亚活过来 只要你能够有信心 你就能够看见荣耀 哈利路亚 无论你生命经历什么 仇敌进入到你的生命里 从你生命中 偷走属于你的 或者是 在你的生命当中 他杀害了什么 或者是说 你的生意受影响 圣经说 你若能信 你就能看见神的荣耀 也许你就像拉萨路一样 已经是在一种绝望的状态 他的姐妹都在哭泣 他们开始责贵耶稣 说耶稣 如果你早在这儿 我的兄弟应该不至于死吧 但是今天 他都已经在坟墓里了 是天了 希望了 没希望了 为什么你这么晚 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出信呢 耶稣看着他 耶稣说你若信 你若有信心 哈利路亚 我可以感受到很高 如果你能够有信心 你的兄弟 你虽然已经说他死了 虽然说他的情况是绝望的 已经在坟墓里了 这样发臭了 已经被遗忘了 但是我人出现在这儿 我有信心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你若信 不是明天 不是等到未来复活的那一日 而是今天 我的信心 恩高 将要行出神迹来 哈利路亚 你师父能够有信心呢 玛丽亚 还有玛大 如果你们能够有信心 这个你已经死去的兄弟 他现在已经在坟墓里了 他一定会再活过来 又唱又跳的 在美族 哈利路亚 他们很好奇 耶稣 你在说什么话呀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 有人已经在坟墓里了 还能够复活 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的话 这是他们生命里面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奇迹 所以用他们的头脑理智 他们根本无法理解 耶稣在说什么 他们这种宗教思维 所以为什么 我们说信心是高明 所以你不可能说 一加一 然后用你的理智 你的理性 想要来理解信心 不是的 因为信心 它是一个属灵的 他说玛丽亚 你能相信吗 你能够有信心吗 今天 你一定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哈利路亚 所以你要有信心 来看见荣耀 你要有信心 在你生命中 在那个事业里 因着疫情 你的生意下滑 但是 以着你的信心 神要为你开心的门 如果你 如果你相信的话 说yes 你相信吗 相信 你相信吗 相信 如果你有信心 无论情况 看起来如何 耶稣说什么 在神 凡事都能 或句话说 当你对神的信心 当你对神有信心的话 神就让不可能的事 变为可能 所以在你生命当中 有什么样子 绝望的光景呢 我要再读一个 很棒的经文 一样在约翰福音 十一章第四节 耶稣听见就说 这并不至于死 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 因此得荣耀 所以你要开始 以信心的眼睛 看事物 所以耶稣已经看到了 这件事 整件事情的结局呢 是荣耀 而不是只是看 这件事的起头 但是呢 重点是 他没有信心 所以信心可以做什么 所以当你有信心的话 他可以让你 你就看见了 你就预先看见了 这未来的荣耀 所以对于 这荣耀的信心 他就会让你看见说呢 未来将有的 这个神的荣耀的彰显 还有未来 你可以得着的见证 而不是眼睛定睛 在目前的问题上 每一个人呢 所讲的这一些情况 就是他死了 耶稣晓不晓得 说拉撒路会死 当然晓得啊 但是耶稣的答案 反应是说 这是为了神的荣耀 所以当你有信心的话 你就能够看见荣耀 你看所有的经文 还有呢 在使徒行传里面 所有的神迹起始 这些都是在信心的 这样的条件之下 有一次他们把病人呢 抬到耶稣在 服侍讲道的地方 哇 当时候呢 里面已经挤满人了 这根本没有空间 可以再把这个病人呢 挤到耶稣的面前 你看到 这一些有信心的人 他们竟然爬到屋顶上 他们竟然爬到屋顶上 把人家的屋顶给掀了 然后把病人呢 直接的空降下来 这真的就是信心的行为 所以这就是信心化为行为 你是否也能够 有这样的行动呢 他们没有说 哎呀 你看 我们真的把这个病人带来了 但是也没空间挤不进去 那又再把他扛回去好了 这个就不叫信心了 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就会激发了 神荣耀的作为 彰显在你的生命中 你是否也面对一些 让你觉得很忧伤的情况 你已经很努力地 想要改变或做任何的尝试了 但是就是一切都没有奏效 耶稣说 你能相信吗 你能有信心吗 那个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 那个婚姻我可以帮你处理好 我可以让你这一次健康起来 或者在你财务上 我能够协助你 或者这个人际关系 这个关系我能够再一次地修复 凡是仇敌从你身上所偷走的 我都能够再一次还给你 在你职场上 神可以协助你了 在你的生意上 神也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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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心 所以信心就是让我们能看见神荣耀的钥匙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信心 好 第三 信心是我们得着祝福的钥匙 在加拿大书第三章 第九节 每一位神的儿女神已经命定他们是蒙福的人 所以你的信心 你的信心就启动了祝福 在加拿大书的三章九节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有没有看见呢 那个女人 有信心 所以什么奔随着她呢 她就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着祝福 所以你对神的信心 你对他话语的信心 就释放了祝福下来 还有我们与我们的亚伯拉罕先主 他的连结 你看十四节 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着信心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圣灵 我好得很高兴 所以你的祝福 完全就维系在信心 你看这里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 这外邦人 神的祝福 凭着信心 会找到我 神的祝福 凭着信心 会领到我的家庭 神的祝福 凭着信心 会领到我们教会 神的祝福 凭着信心 会领到我们小组 神的祝福 凭着信心 会领到我的生意 会领到我的生意 神的祝福 从神 凭着信心 会将我生命中彰显出来 你把它个人化 你好好宣告 好好说出来 好好的发语言 好好的宣扬 宣告出来 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神 让你 神命定你 就是要蒙福的 因为在创世基地 将当神创造人类 创造你我的时候 神就说什么 要蒙福 神就赐福于人 告诉人说 要生养众多 自理地面 变满地面 还要自理 各样的活物 你看到 连你的天父 都是这么的有福气的 所以当然了 天父都这么蒙福 我们是他的儿女 也必须是蒙福的 所以你就是 可以得着 神祝福的 这一位候选人 在真言十章22节 神的祝福呢 是使我们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所以你要这样子 来宣告神的话语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要拒绝贫穷 你要拒绝缺乏 奉耶稣基督的名 凭着信心 每一个缺乏的灵 奉耶稣基督的名 无论在财务上的增长 无论是在属灵上的枯竭 要完全离开我生命 要离开我的家 要离开我 所以你要开始 这样来宣告 你要拒绝贫穷 拒绝缺乏匮乏 无论是属灵上的贫穷 或者是财务上的贫穷 性质上的贫穷 物质上的贫穷 因为耶和华的祝福 是要给我们的 好使亚伯拉罕的祝福 可以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神已经设计了 这一些的祝福 就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再来信心是我们得胜之药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 信心是我们得胜之药 你天生是赢家 神创造你 你就是要得胜有余 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呢 因为凡从神 生的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他说凡是从神而生的人 就胜过世界 所以神 祂创造你 让你是成为一个 得胜的人 胜利的人 所以你一定要有 这样子的概念想法 无论在面对什么样的试炼 无论在面对什么考验 神说在患难之日 你们要求告我 我也要大救你们 你们就要荣耀我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神造了你 你就是要不断地得胜 神创造了你 你就要不断地胜利 神创造你 就是不断地得胜有余 试炼会临到 考验会临到 逼迫也许也会临到 还有考验你信心的日子 也会临到 但是最终结果是什么 结果 最终结果就是这里说的 重生生的就胜过世界 所以我们胜了世界 就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你要晓得 神设计的你 你就是一个 要不断得胜的人 不断是要在居上的人 所以你不要再让仇敌 轻易地来欺压你 所以你要这么看 你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 他一定是怎样 来来去去 来他就一定会离去的 他不会待在那 但神设计你就是 在每一次的考验当中 你会不断地胜利 得胜又得胜 所以信心给了你能力 让你可以不断地得胜 我们看到雅各书怎么说呢 雅各书 雅各书第一章 第二节 他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所以你一定会遇到 各式各样的考验事业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救生忍耐 第四节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好好来听自己的好消息 在十二节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经过誓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所以你看到吗 你忍耐 然后你得胜 然后你就领受了冠冕 很快的我们来看到 怎么来建立信心 第一点 当神的话语 在你的生命当中增长的话 你的信心就增长 还有当神的话语 不断在你生命当中增长的话 你的信心就建立起来 还有当神的话语 在你生命当中增长的话 你的信心就得能力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就是你信心的燃料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就是要建立你信心的食物 所以你要好好地抓住神的话 好好把神的话吃进去 这样你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 你的信心就可以成长 你的信心就刚强 然后你的信心就得着能力 另外一个建立信心的方法 经常在灵里祷告 你要经常地在灵里祷告 你的信心开始被建立起来 天天被建立 接着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说让我们一起站起来 加征来祷告 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加征我们的信心 开口来祷告 每一位我们都开口来祷告 神我们祷告 祝祝祢教证我们的信心 给我们信心 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 神啊我们向祢呼喊 我们信不足 祢赐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你的圣灵上 让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 神就如同一名主书所所教我们透过你的话语 要我们的信心的能量 信心的源头是来自你的话语 使满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刺进去 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为耐用残表 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增长 使我们的信心不断地加强 你住了 你住了 喊 你住 让我们来祷告 求神赐给我们恩典 我们永远都是根据圣经上 神的话语而行 对神的话语而行 神的把你的话语 谢谢祢把祢的坏心 让我们的财政话语来结束 谢谢祢让我们教导我们 叫我们成为一个更深刻的话语来行事为 List 神能让我们的行事 但大罗养娴俏 prueba 当然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我们这样的选择 接到我们今天的选择 在我们祷告求神 让我们对于祂的话语 我们充满一个饥渴的心 再让我们要祷告 有信心的灵 神用信心的灵御我们的信心 是神因为祂的话语 是我们信心的源头 祂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燃料 我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燃料 一直成为我们一生 尽可能不一的信心 让我们对祂的话语充满饥渴 神来让弟兄姐妹 自己的话语是充满饥渴 让祂的话语充满着祂 这些的不能这样 Alex 旋在冲 全反正 帮到 别人 �도 帮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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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我们祷告求神 将这个信心的灵分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给我们这个信心的恩赐 还有求神也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信心的领域和超战的领域里 好吧 我们头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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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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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